好,那我们呢就从补贴这件事情来开始讲啦 那么既然是要讲呢,那当然就是先来个overview一下 补贴这个东西啊,我们在之前的课程已经提过了 subsidization 它经常是一个被平台企业用来吸引初期用户的时候的一个策略 那常做的事情无非就是给予客户特殊的优惠 那甚至可能是以低于成本的方式来吸引消费者 那么呢,当我们这个企业里或者产业里面只有一家平台企业的时候 这件事情无非就是为了吸引初期用户 初期用户 你大概是这么做的 你会挑一边或甚至两边去补贴他们 希望可以养大用户数 然后呢,希望用户彼此可以吸引用户 不管是跨边还是同边 以便把他们锁在你的平台里面提高他们的怨妇价格 最后有一天,当你的平台够大 消费者跑不了也不想跑了的时候 你再取消补贴来实现你的盈利 好,这个是一般常见的一个逻辑 那么呢,今天这件事情 它很显然地 原则上是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的 OK 如果今天你一直持续下去 那基本上就已经不是叫做补贴了 你一直持续下去的话 那就是叫做你打的是低价策略 而不是补贴策略 有一点这种差别 补贴的话讲的重点是 我希望吸引的是初期用户 那试着达到关键多数了以后 他们彼此互相吸引 我可以取消补贴 理论上是这个样子的 好,那刚刚讲的是一家企业的话是这样 那如果我有多家平台企业的话呢 那我们用一个案例来跟大家介绍 这个案例呢,应该很多人都听过了 这个是中国的这个打车 或者是轿车产业的这个补贴竞争 那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故事吧 2012年6月 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数年前 滴滴打车这家公司成立了 那他的创办人呢,是陈伟先生 这个公司成立的时候呢 倒不是第一家打车的这个APP 当时已经有其他的网站或者是软体 可以做这件事情啦 比如说有摇摇租车啊 易道用车啊之类的 基本上就是你打开你的智慧型手机 打开你这个APP 然后你呢就可以叫车 就是这么简单 那当时也有给一些补贴 当时给的补贴看起来还挺纯朴的啊 给的是大米啊 食用油啊之类的 还比较这个像是一般人给他东西 而不是给他钱 那后来呢 可能是因为这个产业看起来确实是不错 于是就越来越多的公司想要加入 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故事的另一个主角 叫做快滴打车 他在2013年4月的时候就接着成立了 那成立的时候呢 阿里巴巴为首的许多公司 合起来就投资了这个快滴打车1000万美金 说1000万就1000万也是挺吓人的 那在差不多同样的时间呢 腾讯则是投资了滴滴打车这个1500万美金 所以这两家公司呢就有钱起来啦 那这个钱呢 当然也不是拿来就是这个没有要用的 这个钱拿来干嘛的呢 就是拿来烧的 对吧 在2013年10月的时候当时有个访问 基本上呢就是说 易道用车 也就是这个产业里的其中一个竞争者 他们的副总裁就说啦 大家一个月烧个几百万是很正常的事情 烧什么东西呢 烧补贴嘛 也就是说 没有人要用你家的产品的话不行 所以你得要先鼓励大家来用 那么呢自然就是给他们很便宜的价格啦 2014年1月的时候呢 大家觉得这钱烧一烧烧的还不够 于是我们就要再加码 所以呢腾讯为首的一些这个公司 投资滴滴打车 这下子是1亿美金 差不多是提高了大概有10倍 那阿里巴巴呢 也不遑多让 他在差不多的时间 也是投资了快滴打车1亿美金 所以这两家公司显然就是杠上了嘛 那与此同时呢 滴滴打车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滴打车是腾讯在背后支持的嘛 腾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品 就是微信支付 那大家现在也都耳熟能详 打开你的手机付各式各样的钱 但是在2014年初的时候 那个时候行动支付 就算是在中国大陆也还没有那么热门 所以腾讯想要推微信支付 他得要找一个场域 是大家都觉得用手机付钱 是很make sense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想啊是什么呢 仔细想想叫车这件事情还不错 首先是很多人上下车的时候 你手上东西还不少 然后你要掏钱包啊 拿出零钱啊 然后这个当然要找钱啊 然后这个路边的车子很挤啊之类的 下车的时候要付现金这件事情 好像是挺不方便的 挺麻烦的 对司机来说也一样 司机如果车上必须要准备一大堆的零钱的话 他也觉得很麻烦 那零钱收了一堆还要去换也很麻烦 那司机很多还比较像是个体户 还不像零售店或者是便利商店 他还是一个公司形态的东西 所以换钱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更加的不方便 所以呢仔细想想 轿车这件事情既然大家天天都在发生 而且付现金确实麻烦 微信支付就说啦 好滴滴打车是我们的策略伙伴 事实上是他投资的 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来用滴滴打车来推微信支付 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一个推广补贴周 这个礼拜啊大概发生的事情是这样 你呢搭滴滴打车就先省一些钱 然后你如果是用微信支付付钱的话呢 就再省你一些钱 那这样子可想而知自然就是一个礼拜 补贴了超过一亿人民币 也不是太令人意外啦 所以这件事情确实还是很有效的 包含滴滴包含微信 在这个活动中 就大规模的广为中国大陆的这个民众所知 这个扩张率就非常的高啦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想来也不是太令人意外 就是快滴打车得要加入才行 所以呢 在2014年的1月到5月之间 就进入了最疯狂的滴滴与快滴的补贴大战 这个补贴大战里面呢做的事情 就是快滴他们呢先解出了一个口号 就是说呢 我们永远要比同行多补贴你一块钱 所以如果滴滴补贴你10块 快滴就会补贴你11块 接着滴滴如果补贴你12块 快滴就补贴你13块 以此类推 那这样子下去没完没了嘛 所以两家公司都觉得 好像不能再这样子疯狂的补贴了 所以呢也有一些比较创意的做法 比如说他跟乘客说啊 你搭一辆车 从起点到目的地 完了以后呢 我们随机底给你12到20元的补贴 运气好一点的话呢20元 那运气差一点的话呢就12元这样子 那既然是随机补贴的 你的同行就比较不容易说什么 要比你多一块之类的意思啦 随机优惠这件事情其实还蛮常见的 比如说大家去这个便利商店啊 7-11啊全家啊之类的 你偶尔也会他们办活动 是你在结账的时候抽个千 看你会抽中八九折九九折 还是这个一块钱嘛 这就是一种随机补贴的概念 总之在五个月之内 滴滴就烧掉了14亿 快滴就烧掉了10亿 也就是说这些钱就发给消费者 发给司机啦 是这样子的 那么呢我们刚刚介绍的男主角 滴滴打车的这个老板 陈维先生 他就说 双方必须在一个点上疯狂投入 谁退一步都会死 因为你不补贴 所有的人就不用你的APP 叫车 那你就没戏唱啦 到了2014年的5月16号 这一天倒是挺酷的 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是 两家公司同时宣布 同时发出了新闻稿 宣布说 我们要来减少我们的补贴 从那一天开始呢 他们取消了对乘客的补贴 所以你搭计人车 搭私家车 多少钱就多少钱 然后呢 对司机的补贴还在 但是他们逐步的降低 在此之前是双边都补贴 我一个快递打车 或我一个滴滴打车 我不但补贴乘客 也补贴司机 那补贴司机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大家不仅要争取消费方 也要争取供给方嘛 那想想也合理 如果我不补贴司机的话 那司机跑掉了 我的平台上没有司机 叫不到车 消费者当然不会来用 所以你仔细一看 他们这里的这个停止补贴的方式 是先取消对乘客的补贴 逐步降低对司机的补贴 所以某方面来讲 其实是觉得 对司机的补贴还更重要 对吧 对供给方的补贴还更重要 那么数据上来看 2014年的11月左右 也就是他们停止 这个疯狂补贴的一阵子以后 10月份的补贴金额 当然是比起刚刚是小多啦 即使是跟6、7月比起来 也只不过是三分之一而已 好 那么他们就这样子慢慢的 这个激烈的补贴 理论上就应该要消下去了 对吧 理论上是这个样子 不过不信底 如果你不想跟人家打架 就会有别人来跟你打架 所以呢 事实上5月的时候 Uber就开始进入中国大陆啦 就叫做优步中国 然后呢 刚刚这个两家公司 滴滴跟快滴 背后主要的金主是 腾讯跟阿里巴巴嘛 那自然 身为三大巨头的第三家 百度 百度势必不能就是什么事都不做 所以呢 差不了多久 2014年的12月 百度就来投资了优步中国 就投资了10亿美金 也是一样是咱们大家来拼了的概念 那如此一来 当然就是又脚乱一尺撑水嘛 大家就觉得 啊又要补贴大战啦 真是不得了 所以呢 又大家又补贴了一阵 直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最后 2015年的2月14号 滴滴打车跟快滴打车 他们就干脆宣布什么呢 就说哎我们也不要再继续竞争啦 我们也不要再继续补贴大战啦 我们呢不如就合并吧 从此以后 滴滴打车跟快滴打车就变成一家公司 就没有什么好竞争的啦 那 后来的当然就是叫滴滴打车 那再过去 再过一阵子不久 Uber基本上就是撤出中国 大概是这样子 这个故事就算是结束了 好的